吃素 你喜歡吃什麼 吃雞蛋 米粉 米粉 果條 果條 開心地說著自己愛吃的東西 他是六歲的洛成熙 父母皆是慈激之工 也都如宿多年 沒想到兩人的飲食習慣 也影響了年幼的獨子 你在小時候吃素了 然後回到家裡呢 吃素 回到吃素 出來一面呢 一樣吃素 一樣吃素啊 吃素好吃嗎 好吃 他學吃素可是我們讓他做 那個吃奶蛋素的啦 希望他可以一直這樣子 堅持那個吃素的大一面心 為了讓正在成長的洛成熙 吃得健康 喜歡烹飪的母親 天天想著變化菜色 但很少使用素食加工品 為的就是要讓吃素的一家人 營養均衡 我跟吃素的人 很容易 缺了什麼什麼這樣啊 嗯 缺了一天一日啊 但是你看我們這家人齁 三個都知道爸爸胖胖啦 其實一生下來它是重量是2.62公斤 其實不是講很重 然後就 然後可是我們也 以後一說因為他比較輕啊 就想要讓他吃什麼肉類什麼 我們完全沒有碰到這個念頭 來 吃飯囉 來 吃 洛嘉一家三口對如素的堅持 不只親近了幾身 還有一份悲悯眾生的慈悲心 打開新聞 鄭敬平馬來西亞報導 第一次